邰哥怎麼會連兩週找到馬賢總統來幫忙贊 然後他自己都是滿樂意的 上次我們在那個白蘭市場 在那個拜票的時候 那貪商非常的熱情 那我看馬總統也很開心 然後他也特別問我 這個丹安區有哪些市場 所以我們基本上 接下來大概原則上每週 都會安排馬總統來陪我掃市場 所以把丹安區的市場全部掃一人 因為丹安區的民眾真的也很愛馬總統 所以就是希望馬總統也在最後階段幫我加持 那讓我這個最後衝票 可以把那個票數衝出來 能夠順利進到立法院 我想要問一下怎麼看 就是您的對手苗波亞 還有騎腳踏車敗票 然後有違規的這件事 其實我們本來有團隊有建議我說 騎腳踏車敗票 但是後來我就說 這好像目前是違反交通法規 其實主要是那個高度不能夠超過肩膀以上 所以如果說他沒有把高度超過肩膀以上的話 基本上就還算不違法規 但是一般如果背著旗子就一定超過 所以當時我就直接跟團隊講說 還是手法比較重要 所以盡量還是鼓勵大家採取合法的方式來宣傳 馬朱侯科之前在軍隊的會談 然後被台灣國檢舉說 有這個通銀雅湯的這個問題 會不會覺得是在浪費媒體 其實說真的 我也是蠻佩服這個綠營的一些操作 那如果說談聯合政府叫做收銀雅湯的話 那完蛋了 那全世界聯合政府所有的人 大概全部都可以抓去關了 基本上我覺得民主政治裡面 政黨的聯合是一個常態 甚至也是一個民主的常態 尤其當所謂的不同的理念主張的陣營 他們有不同的多數團體的時候 通常都會進行所謂的整合 那為將來執政來做準備 那就會形成一個所謂的穩健的多數 那大家也知道現在有所謂四三三法則 就是說民進黨看起來現在拿到四成 那在野黨可能剩下的六成 那剩下六成其實大於那四成 那叫做所謂的多數 那民主其實是追求多數 所以為什麼會有聯合政府這樣一個型態成立 就是因為基本上就是在我們民眾有一些 傾向的意見團體裡面 他其實佔了六成 但他分開成不同的團體參選的話 票就被分散 所以聯合政府事實上 他也是一個民主的展現 結果民主變成是手銀鴨騰 真的說實在 這是一個非常沒有民主素養 也違反憲政原則的指控 強公怎麼看錯 你怎麼看錯 因為蔡英文說 馬英總執政時期 也是在馬王政政干預司法 那您那時候也在怎麼看這些事情 我想其實蔡英文上來 上任就廢掉特徵組 那特徵組大家也知道 過去其實他一個很著名的 一個所謂的一個案件的偵辦 就是陳水扁的貪賭 所以換言之特徵組其實 是一個比較相對獨立的機關 來去偵辦重大的案件 事實上像美國也有所謂特別檢察官的制度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不同國家針對重大犯罪 尤其是屬於所謂的一些政府首長公職人員 重大犯罪 會有一些特別的司法的一個調查的程序 那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可能也是因為他也常到廢除特徵組的好處 這些年民進黨常在講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大家指涉的弊案都沒有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檢調變成是行政議題 能夠民進黨掌控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有弊案他不辦 那當然他就沒事 所以因此我覺得大家就事論事討論 特徵組我相信不是只有台灣有 其他很多國家都有所謂特別檢察官這個法制 所以我覺得蔡總統也不要心虛好 好像覺得特徵組這個 過去長到廢除特徵組的甜頭 那現在就回頭說特徵組這個制度是不好的 我自己個人是完全沒印象 因為基本上還真的是一點印象都沒有 所以我想就我當時在競選總部的感覺說 應該基本上大家對宋主席都是非常尊敬的 所以我理論上我覺得那個以氛圍來說 不太可能出現這種情形 當然也許有什麼樣一些狀況 讓這個宋主席覺得當時會有一些心裡的不滿意的話 那這個因為我不是當事人我也沒親眼所見 所以也可能沒辦法多做說明評論 想說因為美國他們不支持台獨 那會不會希望耐消費也可以廢除民進黨的台獨黨 其實嚴格來講就是美國其實現在由於包括以哈跟烏克蘭的衝突還在延燒 所以現在看起來美國是在跟中國大陸修好關係 所以換言之當然對於民進黨的台獨黨綱 對於賴清德過去的台獨立場 可能會成為麻煩製造者 可能會感到有一些疑慮 所以不過說實在民進黨的廢不廢台獨黨綱 廢跟不廢都無害於他的台獨政黨 所以因此我想這個民進黨其實做什麼好像差別也不大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費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那是很大的照顧 我來找你的超便 我可以看到你 最好看 帶你買人的